让我们关心这里的新闻 关心这里的资讯 听众朋友们播报的是在天气方面 那么之前曾经和听众朋友们谈到有两个不稳定的气流 在加勒比海的这个海洋上面 那么其中一个呢 现在是被命名depression number 13 那么如果它成为热带暴风圈或是飓风的话 将会被命名为Laura 那么它的确是十分可能的 因为目前有80%的机会会成为热带低气压暴风 甚至是hurricane 那么气象局表示呢 它对德州的影响大概最早到下个星期一就可以看到了 那么现在还不清楚到底这个Laura它的威力如何 那么今天空军将会起飞这个hurricane的飞机 到Laura的不稳定气流中心去收集更多的数据 那么现在估计它的走向很可能真的是直接冲德州而来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大家担心的气象消息 因为目前德州旁边的这个墨西哥海湾海水的温度呢 是十分的温暖 而且这个温暖的层次是十分的深 所以若是海水温度很高 而且又是很深的海水温度也很高的话 那么势必会酿成一个更大的暴风 甚至是hurricane 那么第二个热带低气压大家在注意的就是尾随 这个是L13后面的另外一个低气压呢 如果成为热带暴风的话将会命名为Marco 而Marco它的形成可能性就更高了 是90%一定会形成一个至少是热带低气压 那么现在还不太清楚Marco会往大西洋的方向 比较往北走 还是也会寻Lora的方向直接到墨西哥海湾 不过如果要看Marco的走向的话 要到下个周末那么就会很清楚了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昨天在第13台播报了一则新闻 这一个年轻的母亲呢叫Marjorie Go 她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因为丧失了工作 结果被房东赶出门 而她和四个孩子 她是个单亲妈妈 和四个孩子呢就住在车子里面 那么她的新工作的工作同仁呢 把这一个消息和电视台联络 并且她的故事也被发放出去 原本在她的这个筹款的网页叫GoFundMe 她的目标只是8000美金 但是昨天当她这个故事被电视台播报 还有许多人观看之后呢 一天之内她已经得到善心人士的捐款 5万3000美金 那可能现在钱更多了 那么对这样子的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 这名单亲妈妈非常的感动 她说她没有办法想象有这么多的善心人士 会要愿意帮助她 那么讲到没有了房子需要居住在自己的车上 那么居然还有人也提供了免费的住所 像是免费的公寓 甚至是房子提供她住 还有给她更好的工作机会 薪资是比她目前更高的 而目前还有些这个慈善团体 像是叫Kids Mill 也专门的提供免费的gorsery 就是蔬菜水果给她 所以说她的故事博得了 真的是社会的关心和同情 那么讲到Kids Mill这一个nonprofit的慈善组织 他们表示 当然像是Madrigal这样子的案例 是他们最主要帮助的对象 因为他们不希望孩子们 跟着父母一起受苦 住在车上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的 另外Kids Mill也借此呼吁 他们需要更多的volunteer 所以如果您愿意去做他们的志工的话 可以到网上和他们联络 好那么全美最大的电影院机构AMC 将会在今天与Houston重新开门了 那么自从这个COVID-19疫情开始 他们从3月多就开始关门 一直到现在 当然6月份的时候曾经说要再度启动 但是当时并没有规定 所有的顾客都必须要戴口罩 结果招来很多的谴责 那么因此就迟迟的把这个重新开业的日期 一直朝后延 那么现在表示呢 在今天将会从在休斯顿开始 他们开业的第一天 而推出的是只要15 cent就可以买电影票了 那么这是今天而已 那么15 cent就可以买电影票 跟以前要将近10块钱的电影票 真是差了将近10倍 那么AMC表示呢 他们已经在像是全球其他的地方 已经也陆陆续续的开门 这一会儿他们开门的手续 他们特别的表示呢 希望来看电影的顾客们都要戴口罩 而且若是没有口罩的话呢 不得进入 而他们电影院里面也贩售口罩 如果需要临时的口罩 将是一个口罩一块钱 好那么再来看一下 这是研发COVID-19的疫苗的公司 叫Moderna 我们知道Moderna 他得到这个联邦政府的一大笔资金 希望能够和疫情赛跑 赶快研发出来有效的疫苗 那么现在Moderna表示呢 他们缺乏少数民族的志愿者 来接受这个人体实验的阶段 那么最主要呢 他们需要是更多的西班牙裔和非裔的美国人 能够参与Moderna的志愿行列 那么他们说 因为在目前可以看到整个疫情的散播率呢 在这些少数民族最显剧烈 就是非裔和西班牙裔 三分之二的感染者都是这两个族群 但是目前Moderna 他们的volunteer当中 只有15%是来自黑人和墨西哥裔 因此希望这两个族群能够有更多的志愿者 协助他们在9月底之前 能够完成对人体实验的这个阶段 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数的话 那么将会把整个研究的计划在往后延期 好 再来看一下 现在美国的CDC疾病管理局呢 表示从这一个秋季开始将会允许美国的这个pharmacist 就是药剂师可以有权利为孩子们 幼童们施打疫苗 原因是他们发现自从COVID-19开始之后 小孩子们施打疫苗的比率呢明显的下降 为了不让孩子们在这段期间 因为没有施打疫苗的关系 得上儿童的传染疾病 因此他们在今年的秋季开始 授权给pharmacist 能够为孩子们幼童施打疫苗 可是这一个决定却得到了 美国儿童的 这个是儿科医师 小儿科医师团体的反对 他们表示 希望小孩子们还是能够回到 小儿科医师那里接受检查和打针 好 最后和听众朋友们播报的是 现在的这个疫情方面的数据 那么休士顿市长Turner在昨天表示 休士顿目前得到COVID-19的总人数 已经是58903人了 那么在昨天有349个新的案例 不幸的是 昨天也增加了10人因COVID关系而死亡 虽然这些数据是触目惊心 但是市长表示 他们发现过去这两个礼拜 这些得COVID-19的人数 已经有缓缓下降的局势 那么现在在休士顿 因为COVID而去世的人数是665人 那么在整个德州来说呢 得到COVID有55万人 不幸已经有1万人因为COVID而去世 那么现在已经是进入开学的阶段 那么市长以及公共卫生的专家们表示 现在虽然是有下降的局势 但是传染的途径仍然是以社交群聚的关系 是主要的原因 那么有15.9%的阳性比例 所以说让学生们回去面对面的授课 危险几率太大 除非这一个阳性的比例 已经下降到5% 他们才觉得比较安全 让学生完全的正式回到学校 不过如果要从15.9%下降到5% 可能不是只是几个礼拜可以达到的目标 好的亲爱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德州 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四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